总算是有人替吴磊说了句公道话 西班牙人成员抨击莫雷诺直呼很不公平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来跟球迷详细的聊聊 目前西班牙人已经是完成了西甲第13轮的比赛 最终在90分钟的时间里 是以2比0的这么一个成绩成功的击败了西甲若驴格拉纳达 本场比赛吴磊依旧是在快到商店补市阶段登场 全场下来数据也仅有两次触球一次射门 一次铲球 本场比赛过后 吴磊也将前往阿联酋杀将与国足会合 准备接下来的施育赛制二强赛 其实从西班牙人在本赛期升到西甲后 吴磊在球队中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尴尬 截至目前吴磊代表球队一共登场了10次 其中3次首发 其余的7次都是替补登场 而大部分是在商庭阶段上场的 而在这3次的首发里也仅提了半场球 吴磊在这10场比赛中的数据更为难堪 升门次数是2 关键传球是4次 通过这个数据也能够映射出一些信息 就是吴磊现在没有受到主教练莫雷特的信任 同时在场的队友似乎也不愿意给他传球 就在吴磊刘阳生涯出现低谷的时候 终于是有内部人员站出来替吴磊说了句公道话 这位西班牙人的成员就是球队的随队记者比亚 该记者首先说出了吴磊目前在球队里面的一个处境 他直言自己不知道吴磊是否会离开球队 但是吴磊现在已经处于来到西班牙人后最不受重视的阶段 随后比亚又补充到 球队里面明明有些球员表现更差 但出场时间却会比吴磊多 最后该记者愤怒的表示 球队前锋N828在比赛中状态非常懒散 而西班牙人主教练莫雷特却坚持使用 这样的做法对吴磊很不公平 客观的评价这件事 吴磊目前在西班牙人的遭遇 恐怕是跟自己的技术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吴磊在此前比赛中的进球 大部分都是队友传到进去 吴磊利用自己的跑位争取到的 很少会有自己突破过人完成的 一名前方位置的球员不具备持球突破的能力 确实是赛场上的一大缺陷 那么吴磊的队友一旦不给他喂球 吴磊想要取得进球就是难上加难 所以吴磊想要在日后改变自己在球队中的一个现状 那么就必须有自己为自己创造机会的能力 各位球迷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先探讨胡说也在此烦恼您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